第13题 在T1瞬间 甲乙两车顺时速度的大小关系为何 那么我们晓得 老师上课教过 我们的HT图呢 我们的直线代表速度 割线是平均 切线是顺时 这题问我们的是顺时速度 所以我们要做的是切线 那么直线如果越斜 就代表我们的速度就越大 那么我们的甲呢 是一条弯弯的线 它的切线在这里 那么乙呢是一条斜直线 它的切线就这里 所以这个是乙的切线 这个是甲的切线 我们发现甲的切线比较不斜 所以它的顺时速度会比较小 第13题问我们说 甲乙两车顺时速度的大小关系为何 我们答案选的是C 甲车小于乙车